哇 游乐场里的小朋友好多呀 好多好多可以玩的娱乐项目 开心的手务足蹈 嗨 小美 嘖流 小美滑了下来 还有木马呢 翘翘吧 也想玩 这儿有个哥哥在挡秋千 我也想挡秋千 爸爸 帮我放在秋千上吧 球球 坐稳抓紧了 天哪 旁边的哥哥挡得好高呀 我还是挡低点吧 爸爸 帮我住下里 不要太高哦 哈哈 真是太好玩了 慢慢的 球球也不害怕了 挡得好高呀 完了会儿 球球看到小明正在玩滑梯 肩跑了过去 一起玩耍 叔叔 球球 你们好 小齐礼貌地打招呼 在爸爸的帮助下 球球坐在滑梯的顶端 突然皱起眉头 这么高 有点害怕呀 爸爸在一旁鼓励球 没关系 我们慢慢试一下 就不会那么害怕了 咦 好像没想象的那么害怕 球球自己爬上楼梯 四溜 从滑梯上滑下来 爸爸 我们去别的地方玩吧 咦 翘翘板 等会儿再玩吧 小伙伴们玩起了钻山洞游戏 球球看到了健身器材 开心地飞奔过来 爬上阶梯 小手紧紧地抓住手环 哇 球球真的是太棒了 让我们一起为球球鼓掌 爸爸为球球感到高兴 小朋友们平时也要多加强锻炼 身体才能棒棒的 小琪和妮娜正在玩蹦床呢 不过球球摇了摇头 因为她现在不太想玩蹦床 爸爸 我们去那边 他们来了一个转盘前 球球坐在上面 在爸爸的推动下 球球旋转起来 微风轻轻地吹着 真是太享受了 小明 小明小琪快来一起玩 好呀好呀 小明和小琪也坐上了转盘 谢谢叔叔 大家一起玩了很久 不行不行 爸爸快停下来 哈哈小朋友们都快转晕了 走起路来摇摇晃晃 太搞笑了 爸爸和球球继续向前走 看到了刚进来时的摇摇马 球球队摇摇马情有独钟 想去体验一番 于是爸爸把它抱上去 乐开了花 爸爸准备坐下来休息会儿 没想到是个弹簧椅 嘿嘿好尴尬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